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今天10月30日的菊草日赛 有几把码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第一批特别值得你留意的码是第五场 四班最短图 菊草1000米的4号码 靓虾蕾 这是菊草的最短图 即是近将的同情实力码 帮头或者咬前走 和时间正的指数的码匹 当然排内档是最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去第五场实力码那里看 你就会看到这一批就是同情实力码 如果你是看上将的同情实力码 其实大部分都是做正指数的 当然这一批的 算你多彩是五班 但是它的时间其实都是做到一个 四班的正指数 对不对? 如果你再看近三仗的 你会看到时间指数最高 因为这个是最短图1000 所以本身时间或者时间指数 是有非常大的参业价值 你会看到时间指数最高 即是本身时间最快的码 就是0.53 就是这批的靓虾蕾 对不对? 它不单止这样 如果你看看 靓虾蕾蕾是最快的 如果你看看靓虾蕾近三仗的赛职 都是今季的 这个是大前仗 它是排中档 它是用一个后上的跑法 是跑入第四名的 如果你看看它的时间 它是在一个 它自己比标准时间 在1,000个步出里面 用一个非常强劲的 没断加速力 而令到整个时间指数是变静的 这些其实是最短图的1,000 那个难度也挺高的 那就是证明 这批马跑1,000米 它有一个非常强劲的 没断加速力 当然了 如果它是顺后上跑法的马 这类马跑1,000米 其实就不是很强劲的 但是它前仗 就排了一个内档了 它是一场快步出里面 它自己都可以跟在前面走 咬耀位的 那就是说 其实这批马 跑同程 它不是顺后上马 它是可以放在前走 而且放在前走 会断仍然会加速 而做了一个更加佳的正指数 那就是说 这批马可以有前速的 放在前走 而且它不断断仍然会加速 而令到本身的时间 或者时间指数 是正的 它是做到了 好了 这个前仗 加分加绑之后 再上仗了 上仗排 不利的外档 是一场 看到吗? 快步速里面 其实这批马 基本上是走三跌 咬在前面 这些是最不利的 短途 跑法 但是它仍然都可以 跑第三名 输半个身位 而且它那个时间指数 仍然是正的 那就是说 这批马 这批马 其实在这个评分 还有 这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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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非常之好 排这批马 所以如果它排这批马 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走这个位 就是波斯 位 它走这个位 它又可以有最强的末段 也会有最快的本身时间 所以这场的赛事 这批马 这批马 不论是实力 前中后 和排档 都是非常之有利的 换言之 这批马 其实在这场的赛事 它有一个较大的机会 可能是win 它有一个赢面 换言之 留意这批马 除了可以考虑拿它来做挑胆之外 其实 摆它第一名的彩词 也是值得你留意的 例如 如果你有上下长刺 有冷马的 可以考虑买 巴布 又或者 拿它来做一条的单式马胆 拖几匹 买一下三龙彩 或者四龙彩 当然 那个前提就是 你的配脚 里面是有冷马 当然 如果你有用者 可以参考 我们这一场的 深水马拔 其实里面有不少 都是有分头的冷马 换言之 这场的赛事 你是可以 想到 换一条 单式马胆的三龙彩 或者四龙彩 而今天另外值得留意的马 就是第四场 四班 1650米 其实这场赛事 是有三匹马都值得留意的 翡翠凤凰 好运宝宝 和 宜昌 勇士 为什么这三匹马 值得留意呢? 如果你去第四场看 你会看到 这些就是同情实力马 当然 首要看的就是 贵内的同情实力马 对不对? 那你就会看到这些 就是贵内的同情实力马 那我们逐个看了 而昌勇士 上将是赢的 当位 外了一点 但是他可以在一场 快报处里面 每段加速 而做一个正指数 对不对? 那就是说 这场赛事 其实这场 仍然有一个 适合的 报处 因为这场赛事 通胀的 报处有很大的机会 又是一场偏快的报处 主要原因就是 这一批的好运宝宝 一跑同情 它是一批 顺放头马 而且它的头断是非常快的 你看到它上涨 竟然做到一个1.37的头断指数 74个多 是很快的 那这批马可不可以慢呢? 如果你去好运宝宝 看它近四仗的跑同情 你看到 基本上都是放头的 对不对? 如果你看它的头断 全部都是正的 而且都正得很高的 那就是说 这一场 又是有一个 快的报处 那这批的仪仓用事 其实它是可以 在快报处里面 每段还会加速做正指数 那其实就是这批马 适合这个 报处 好了 那我们看看 好运宝宝 它是顺放的 它是会断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个 非常快的时间 换言之 这批马有机会做一个 时间指数 或者本身的时间 是比其他的马 令到其他的同情实验马 难追到它 所以这批的好运宝宝 值得留意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时间 那么翡翠凤凤凰和仰迪 它也是可以咬二位走 也是在非常快的报处里面 可以跑一轮做一个正指数的 不单止这样 你看到这批的翡翠凤凤凰 他上季 看到吗? 也是可以咬前走 也是快报处 而且他不断不断 还会加速 也是正指数 就是说这场赛事 两批马 一批是飞快的时间 一批在快里面跟前 可以不断 一批可以在快里面 可以加速 那我们看信心满满了 你看到了 它在一个偏慢的报处里面 无断其实 加速力不强 时间也是富的 对不对? 喷火龙 它虽然是可以咬前面快报处 而会断不断 做到一个正的时间指数 但是他今次的形势 不利的原因就是 排12档 别忘了 这场赛事 有很大的机会 是一场快报处的赛事 而这些马 排12档 这样的跑法 就非常之不利了 帝豪大师 就是 悉加速 但是时间指数是富的 而且他是5班 对不对? 其他都是 上季的了 换言之 在这些同程实力码里面 这三匹马 其实是值得留意的 意思就是 这三匹马的组合 就是Q PQ 这个铁锁组合 是值得你去想的 如果你看一下 它的赔率 就是1 2 6 对不对? 2匹都是过10倍 1匹就是半蓝 如果你看Q的话 1 2 6 2 6 全部都有200元以上的Q 是非常之不错的 就是 即使 位置 如果跑进来 其实如果 你陆住 都可以有机会 补盘 所以在这场 赛事 这三匹马 就是1 2 6 这个Q组合 是特别值得你留意的 如果你已经是职业排位计算表 专业版的用者 我就建议你 将刚才教你减码的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OK 当你有这个表 其实你所浪费的时间不多 很容易找出那些码 所以建议你将你所学的减码方法 运用在每一场 这样做 结果是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有价值的 坚持实力的 冷码 OK 如果你是新手 不知道怎么去选码 我就建议你 在我们的Burlain Burlain Channel 里面的playlist里面 特别是职业团队 选码秘谀的视频 就记住多看几次了 因为里面有很多 关于职业团队 如何选择实力冷码的方法 以及你可以学到 如何运用这个表 轻易找出这束码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 就建议你多看里面的视频 当然了 如果你还未有职业牌位 计算表 专页版的话 我就建议你 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影片的下面 即是如要订阅 请去以下 按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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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立即拥有这两个表 你就可以像其他用者 可以轻易选出那些职业团队 经常落飞得手的 有真正实力 经有分头的冷码 当然了 如果你对职业团队 如何选码的方法有兴趣 我当然建议你在这里 按一下 即是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不停地按一个like 鼓励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